江湖对任佳伦不算好 此刻的江湖也并非他最初就要来的江湖 江湖对任佳伦好像又很好 两年的影视寒冬,他戏约不断 锦衣之下秋缠木百首三部出戏,一时风透无两 微博粉丝百万级增长,语录国超文集,也流传房间 也有自媒体这样推测到,他的微博粉丝量到达2000万只日可待 他们是消息灵通嗅觉敏感的一群,有时候也是制造流言的一群 这次想必是前者 命运总是猝不及防 任佳伦走的路是历经磨难的 此刻的江湖,是他后来决心要立足的江湖 几十年前,任佳伦不叫任佳伦 亲到小孩任国超,从小打乒乓球 小学一年级,江湖很远,日子很近 他知道,练球是妈妈想让他多吃饭 学乒乓球的教室,在教学楼顶层的角落,开窗就是篮球场的厕所 教练说他是好苗子,两三年之后就不在小学里打了 去过乒乓球俱乐部,少儿活动中心,啼笑 第一天打乒乓球开始,他就知道自己不会做职业球员 小学每周六天,下午下课练到晚上 初中一周四天,赛前加练 这是他擅长的事,每天都要干的,是 这件事他干了十年 青岛二体,全是最好的比赛都在这里了 守住球台一侧,你有一种只有高手,才会站在这里的感觉 体育馆的屋顶极高,高手过招 每次发力呼喊的回声都是不同的 这是四月的第一个星期,任国超站在球台旁边 他单手握住乒乓球拍,一一结局早有意识 每逢大赛,选手都要粘球拍,撕掉胶皮,在底板和胶皮海绵上涂胶,重新粘合 一把好拍,就像快剑之鱼剑客 这件事他干了八年 但这天的拍子怎么都粘不好 任国超不行,他找职业球员来粘,还是不行 一把坏拍,就像绣剑之鱼剑客 这是肯德基杯十六进八的比赛 青岛市最高级别的乒乓球赛,职业球员进省队,国家队 剩下的,最好的都在这里了 这是关乎升学的比赛 来这里的人累得不,仅是荣誉 他们争夺的是保送重点高中的名额 但国超是稳妥的 他拿过拳是第三 身边所有人都知道他参赛,都知道他会被保送进重点高中 所有人都知道他没问题 每逢大赛,观众是选手,教练,队友和亲人 赢了,正输,金牌赢牌,不重要 有时奖品是球板,也不重要 每赢一球,他那派观众就欢呼一声 赢了比赛是不哭的,有人涌上来,又抱又拍,扯他的肩 这很重要 不重要的比赛几乎没有观众 更多时候,胜利是孤独的 球龄十年,他品尝过很多胜者的孤独 第十年,这场比赛开始了 看台剧中,球台分布四周,观众进场,选手开球 低级别选手,还会几组战士同时拉响 比赛去进决赛,高手对决 所有的目光聚集在一个球台,集中在任国超身上 在所,有人都认为他没问题的时候,比赛偏偏输了 命运总是脆不及防 任国超哭了,他抬不起头做人 那年他16岁,年轻气盛 特长生的保送名额还有一次竞争机会 比赛他没去,任国超跟自己赌气 他走了另一条路 他决定不打球,呃 反正也不可能,靠乒乓球过一辈子 他这样告诉自己 乒乓球运动员常患劳损伤 他也有点伤病,右肩肌肉拉伤 右手腕,手肘,腰,还有右腿膝盖都有伤 他学习不错,另一条路是认认真正的中考 上好高中,然后是好大学 任国超认认真真走另一条路 任国超最后一次打球是中考之后 时隔几个月,他回了一趟俱乐部 来场比赛,他把所有人都赢了 一个江湖上罕有人知道的 事情是,任国超高二那年就上大一了 这是个一落千丈的事 他在一个很不错的高中报过到 开学的时候,教室里没他 任国超去了隔壁的职业学校,读航空服务 这是各方意见下的选择 职业学校的航空服务专业 可以上广,中民航学院 上了民航学院,可以去加拿大航空实习 去实习,可以留在当地发展 大人说这个职业要先锻炼 要不怯场,要多展现自己 他很不接受 这是青岛最好的职业学校 不加体育特长分 他全校第六,算总分 全校第一 那种感觉凉了 第一个月是最难熬的 他暑假去上了高中的课 开学坐在教室里翻开书 他还临时决定这年结束就去实习 先当空中保安 这是拼命的行当 坐在经济舱第一排 平时没事做 来了恐怖分子就要上去弄他 妈妈担心 他换了工作 还是在机场做地勤 2008年北京开了奥运会 那一年,青岛机场扩建 任国超去新机场报了道 第一个月 他跟科长申请文艺活动叫上自己 奥运年他跟同事到处演出 还写了很多歌 工资不到2000 扣完五险一金 到手1200 下班去青岛最好的俱乐部 学跳舞学声乐 然后参加比赛选秀 乒乓球稳定的工作选秀 这是从一个江湖到另一个江湖的路 那时的国超意识不到 他只说 比如我爱好打台球 台球联赛我也就去参加了 正好我喜欢的是一个台前的侍儿 他没想真怎么样 单餐加过教得出名字的比赛 也有很拿得上台面的名次 2010年 他是先生夺金 畅想亚运全国八强 青岛三强 做了很多采访 说家里不支持 爸妈看到新闻又看表演 说怎么不支持 因此选秀被认可了 那年他在比赛里 得到签约的机会 辞职又失去签约的机会 但辞职那天 他已经决定做唱跳歌手了 任国超从一个江湖 到了另一个江湖 那年电影2012流行 他跟爸妈说 如果世界末日之前 我没签公司就不干了 回家姥姥实实上班 没到世界末约 任佳伦被选中签了约 去海外练习准备出道 任在江湖 永远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原定出道那年 任佳伦回国过五一 被人带着见了一个 做影师的老板 没什么共同语言 他出国后 却收到了剧本和男一号的邀约 九月计划出道 五月 他看剧本看得一发不可收拾 很多人给他建议 出于实际考虑 应该演戏 他回国了 去 一个摆着长条桌的会议室理事戏 这不是各方意见下的选择 更像老天的指引 在办公室一脚 把椅子挪开 有演员跟他搭戏 任佳伦试了四场不同情绪的戏 应演 几年后回看 他都觉得差极了 但那天晚上 他就得到通知 自己是男一号了 任佳伦没有追问原因 唯一接近答案的可能是 那时有很多从海外回来的艺人 发展不错 他见没心目 在海外训练 他和国外公司解约 回国 爸妈为此借了钱 据组里 每个人都比男一号懂戏 助理说 你该拍静景了歌 男一号问 什么叫静景 任佳伦进剧组之前 很多人说过一句意思相同的话 只要你坚持下来 顺利杀新就成功了 没人要求他把男一号演成什么样 这不寻常 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不懂话里的 意思 那年 任佳伦去了横店 夏天开机 冬天杀青 打戏 威亚 威亚 打戏 每天保留两个小时的睡眠 他没掉进山谷 没有输送蒸汽的高人 演戏 任佳伦是在戏里学的 25岁 从距离出道还有4个月的唱跳歌手 到前途位 补的演员 这多少是老天的指引 几年之后 他会说 我遇到了这么一种感觉 你本来一直做唱跳 突然有一间别人问 你要不要演戏的时候 你就不想干了 但那一年 冲天 唱跳歌手借钱解约 冬天 男一号的新戏杀 轻 一切都太快了 可老天指引的不是朝天大道 命运总是猝不及防 从选角到制作都很快的戏 暂停在播出那部 新公司拒绝他演所有男一号之外的角色 戏不播 没有这样的角色 这是死循环 任佳伦那时就知道 这次和 只凉了 他说 高中凉了 起码生活上不愁 可演员 任佳伦不是高中胜任国超 北京不是青岛 在这里 你表现得很穷 就无人问津 他硬称 好像活得很好 钱是向爸妈借的 他住没到郊区的一居室 每天做一道菜 煮面 菜放在面上吃两顿 自己是自己的助理 经纪员 自己花钱找摄影师拍件组照 除了忧虑还是忧虑 等待超过了一年 原来一切是可以结束的 妈妈说 儿子 咱家真没钱了 他哭了 等待是在那天结束的 他宣布要 活着 违背了一些规则 接单元剧 演男安号 他演了几部戏 经纪员的费用自己付 公司拿走分成 拍一部戏 一分钱没留 演员任佳伦不准备干了 回家之前 他接了一通电话 一个男二号的邀约 收到剧本 前十集都没男二 号什么事 他不准备干了 特别放松 翻完剧本就去横电视戏 导演觉得他可以是男一号 任佳伦换了妆 试了戏 又飞回北京 一切都太快了 任佳伦周末拿到剧本 周二是戏 周三回到北京 周五收到通知 禁组演男一号 周六 四在横电开拍 一周时间 命运总是猝不及防 戏叫大唐荣耀 开机的第一个月 他在痛苦中度过 男一号 没时间睡觉的 他还要中毒剧本 大唐荣耀播出 有人让任佳伦看微博 你现在发一条微博 几分 终究能转发到一万 你信吗 他不信 发了条普普通通的宣传的微博 瞬间破万 他信了 他跟助理去机场 看到一堆接机的人 他跟助理闲聊 今天谁来机场 这么多人围着在这等 走近了 发现人群等的是自己 这些流程证明 任佳伦的转机到了 这个行业的话叫红了 虽然几年后的事情证明 这次走红只是小幅度的 明星治愈娱乐圈 就像侠客治愈江湖 这个行业里 微博和机场是江湖的缩影 机场里 他不太惊慌 这种场面见的太多了 几年前 任佳伦是机场地勤 各大明星接送机 都是他护送通关 更大的转折来了 三年后 他第二次走红是网络剧 《紧一之下》 和上次不同 微博粉丝百万级增长 各大江湖排行榜上 群星闪耀 他榜上有名 老天的直音仿佛终于奏效 但走红的原因 任佳伦心智肚明 观众对角色喜欢和演员 对角色的设计一致 以及更成熟的表演 从那时开始 他做的事都是自己选的 唱跳歌手的梦还在吗 他发过歌 最新的一首在半年 前推出 这是他跟其他演员身上 有点不一样的东西 拍戏有空闲 有足够的钱 他就去做 这是一件年纪越大 越做不了的事 这年 任佳伦31岁 对于今天的 却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他说 你还有其他的野心吗 没有 只要有好剧本 我就想演 如果最近你看我没演什么好戏 那就证明最近没什么